新建案住宅高楼林立 这里是中国大陆北京 2023年开始出现房价崩跌后 到今年7月 在环北京的天津五清区 依旧没有止跌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大陆70大城市 7月的新建住宅价格 平均比三年前的峰值下降8% 只有上海和西安 新建住宅价格比6月微微上涨 二手房市价格上涨的 更只有上海 所以买方相对是比较悲观的 上海它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一个 就市场的需求量 就是买方刚需的买方 它还是有一些比如说置换的 它需要换大换钱 还是有 只是因为碍于市场的悲观的情绪 暂时不敢出手 所以它的交易量虽然有下滑 价格也下滑 但是它的成交量相对还是比较好 大概是去年的大概70%到75% 那整个表现来讲还是相对 其他中国城市还是比较好 城市的规模越小 平均价格下跌越明显 三线城市跌10% 省会级的二线城市跌5% 相比之下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等等 一线城市只有微微下跌 今年的不管是房市股市会市 那都不是很乐观 那这个状况不是单一的城市 而是整个中国内地的各个城市都是如此 所以房地产的价格部分 从去年的第一季开始到现在 大概各城市的降幅大概从25%到40%都有 我指的是一二线的城市 那当然其他三四线城市可能会更严重 它已经不是所谓的降幅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买当的这个问题了 大陆国家统计局8月公布的 2024一到7月新房销售面积 比2021年同期减少50% 与销售面积下降幅度相比 降价幅度比较小 原因就来自于不希望财政减少的地方政府 一直在阻止房价剧烈下跌 出手限制新房降价幅度 从我们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上来讲 现在这个买房的这个相应的意愿 相对来说还是处在一个这个需要激活的这个状态的 跟这个2019年以前的这个买房的这个形态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这个国家提了一个政策叫新型城镇化 五年行动计划 它背后其实也是要增强我们的城市竞争力 那么城市发展好了工作就业机会多了 大家买房的这个需求量它自来而来就会上来 这个呢我认为这个在今年下半年呢 已经有这个较为积极的一些表现 目前中国大陆房地产最大问题 是因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不足 不断出现建设施工中断的物件 交付延迟的情况实有所闻 而对房地产开发商担忧 也担心房价持续下跌 不愿意买房的人越来越多 成为恶性循环 我觉得拓拓就要看他们的财政承受力到哪边 那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大家都看着 说等的底在哪边 不会触底因为底很没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十年内房地产投资 可能比2022年下降30%到60% 大陆今年经济成长将从5.2%下降到4.6% 大陆房地产占整体GDP的25% 和地方政府收入的40% 如果要在四年内解决就相当于GDP 5.5%的财政支出 如果按照2023年的民意GDP计算 将达到大约7兆人民币规模 房地产占整个GDP大概是20% 占银行的贷款是30% 占地方的财政收入是40% 那占民众的资产大概是50到60% 所以房地产不好 整个中国大陆经济都不好 这几年可以明显发现 那兜底或是怎么就 建议是要拿10兆人民币 房地产的债务委约在过去一年到现在 是负成长的 那如果有一天倒的时候 也不会产生信心恐慌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以拖待变 大陆房地产何时触底 没人说得准 但确定的是短期内难以止跌 将会左右整体经济附属速度 TVB的新闻 余心爱留军台北 采访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